清净口业很重要 皇帝命变平民 作者 福安古官殷格 七月初七 就是天上的天地根巨人的上根殷德 来决定人古的枯荣 人古就是民间算命的古重 古重有二两二到五两多 二两五以内都属于乞丐命 古重太轻 或者民间讲 要脱胎换骨就是这磨两 骨头重的人 比较有福报 敢于担当 不会逃避 古清的人不敢担当 就以乞讨 靠别人救济而活 这就是乞丐命的原因 吃斋念经 口业心地一定要好 民间有个罗隐状元 据说他本来是皇帝命 后来为什么当不上皇帝呢 他母亲的口业不清静 有一天算命的跟他母亲说 你儿子是皇帝命 他母亲一听就跟儿子说 将来你当了皇帝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要把今天看不起我们的人都清理了 他说的话 被造神听了 就会报给天上 天官一听 不得了 这个心不能荡皇帝 半夜就逢雨大作 罗隐全身骨头非常痛 这就是天神给罗隐换骨头 把皇帝的骨头换成平民百姓的骨头 后来就是一个凡夫了 吃斋念佛 口不仅不能吃肉 而且特别要清净 不能什么话都讲 尤其对常辈 口业清净后 再念经 这才比较殊胜 还有一个 不能说大话 比如有的人说 我不怕生病 这就是大话 然后魔考给他 看他怕不怕 所以修行要低调 不敢说大话 不感觉得自己有修行 哪怕吃斋了 也不要看不起吃肉的 轻慢众生 都会受到果报 真正的吃斋吃素 功德不够时 要藏起来 不要打扰到别人 让人觉得吃素就了不起 这样也会遇到违缘 要炫耀自己的功德 功德一炫耀 就莫有功德了 功德好事要藏起来 相反的自己的恶业 坏事要暴露出来 好像垃圾拿出来晒一晒 清理掉 垃圾不要掩盖起来 很多都相反 容易炫耀自己的优点 美化自己缺点 这就是很糟糕的损功德 吃素也要保持谦卑的姿势 不要看不起吃肉的 众生都有佛性 我们要从每个坏人身上看到他的好 这才是修行的事情 屠夫 妓女这些卑贱的行业里头 也有菩萨视线再度众生 有些吃肉的人 里头也有菩萨 当然 我们还是好好吃素 我们还无法做到自己是吃肉的菩萨 7月半快到了 大家多念金刚经不诗给鬼神祖先 多忏悔业障 勤荡精进 发平等心 隐藏功德 不炫己行 http 冒号 斜杠斜杠 blog.cna.com.cn 斜杠 s斜杠 blog 下滑线 74C343100102 ziu4.html 5500102 对 5500111 2 4500111 6500111 8500114 5500111 2 9500121 2 2 1 1 2